荷蘭近日宣布回收60萬個不達標的中國入口口罩 外交部表示 發貨前已說明這批是非醫療用口罩 華春瑩指出 中方一貫高度重視出口產品品質 提醒使用方在購買及使用前 無必仔細核對產品用途及使用說明 以及是否符合採救方的使用標準 避免不適當使用 他又批評 個別媒體在未搞清事實前 炒作所謂中國產品質量問題是不負責任 亦不利於國際抗疫合作